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要从抖音事件谈起 再谈到在这个共产党资本主义 也有人叫国家资本主义 反正不同的称法 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 走向美国市场面临的 这个双重的难题的问题 这个话题呢 应该也是陈晓隆先生在过去的理论研究中 关注的问题 我想这个事件应该给他们过去的那些理论研究 提供了新的教学案例 所以我们把话筒交给陈晓隆先生 今天来谈抖音 可能比这个 如果这个事情提前两个月发生 也许我们大家看起来会有点 这个不像今天这样那么清晰 就是抖音现在面临的这个 或者准确讲是他的美国部分 叫TikTok 这个社交媒体的在美国的服务 现在面临一个局面 就是美国要求他要么就是我把你禁止 不许你运动 要不然就是你必须被美国公司收购 就是或者说你就被卖了 那么把这个事如果是放到中美冷战 这个现在已经爆发这个新的大背景下面来观察 那么我觉得问题就很容易理解 就是在中美冷战的大背景下 那么实际上就说中美双方现在进入了一种敌对关系 因为冷战的双方表示的是 只有一方对另外一方这个提出了 或者说是实施了核威胁的行动 那么这种行动我们在这个明镜编辑部节目里 以前谈过多次 我今天不重复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必须做出应对 然后呢冷战就爆发了 那么在冷战大背景下 再来看抖音 它就不是个普通的商业公司的问题了 因为它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一个敌对大国的公司 在美国从事大规模的活动 这个经济活动 虽然这个TikTok 它在美国呢只是提供社交媒体服务 看起来还没事 但是美国认为在冷战状态下 TikTok已经运转一段时间了 在冷战状态之前 好像认为TikTok的运作没什么问题 现在冷战爆发以后 TikTok就不一样 它就变成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它就成了靶子 那么它之所以成为靶子 恰恰就是因为它太活跃了 那现在TikTok的美国据说 已经有将近一亿的活跃用户 那么按这个数字来推算的话 差不多大部分美国青少年 还有中年的一部分人都在使用TikTok 这说明它在美国社会当中已经相当的活跃 而且这个使用的非常广泛 就是说现在TikTok这个抖音的美国公司 它现在是美国青少年的大部分人和美国中年人都使用的 差不多有一亿人在用 那么如果只是这方面 没有了中美冷战 那么不是挺好的事吗 一个社交媒体在美国活跃起来了 中国做的 接下来就问题来了 就是因为冷战 那么中国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也说过 中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采用群众谍报模式的一个大国 也就说中共的国家情报法要求中国人有义务配合情报机关搜集情报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抖音公司它是很可能为中共当局服务的 那么这么多的美国用户上亿人 他就可能帮助TikTok掌握美国相当多人口的大量数据 就是你把老人剔除 把幼儿剔除 那么成年人当中差不多就有一半在使用TikTok 也就是说这一半人的日常的这个上网的 用社交媒体的这些个人资料都在TikTok手里 包括他们平常个人的政治倾向 还有他们的视频交流的内容 那在没有冷战的情况下 一个和平的状态下 两国之间也许还有一点信任 冷战是意味着双方没有信任了 在蓬佩奥上个月在尼克松图书馆讲话的时候 他说的很明白 就是现在美国对中国不再有任何信任 不是单单说说谎太多了 而是说美国没有办法相信中共说的那些话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我只能看你做什么 那么既然我们提到了TikTok公司 他现在掌握了大量的上美国成年人一半人的 这个社交媒体使用的个人数据 个人资料 同时他有可能和中国的情报部门合作 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说 像他这样一个这个TikTok公司的社交媒体 是有可能帮着美中共 这个掌握这个美国的一半人口的 个人政治倾向的视频内容 视频交流的内容 这样的话就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那么就像多年前几年前 美国的中共的这个总参三部 就是后来军队改革体制改革以后 改成了这个是叫做这个军委下属的 这个技术侦察部 这个这个军队的情报部门 入技术间谍部门 他入侵了美国三大个人信用评估公司之一的 叫做Aquifax 这家公司呢 这个也是掌握着上亿的美国公民的家庭财务资料 结果这个技术间谍部门 从美国盗走了一亿多人的家庭财务资料 干什么用处呢 不是为了帮给美国家庭提供贷款 而是为了帮中共在美国寻找潜在的间谍 以便来策反他们 为策反间谍抓住某些人的财务弱点 将来胁迫他们为美中共的间谍活动服务 是提供这样的基本背景调查数据 所以既然中共曾经通过信用调查公司 信用评估公司的社交数据设法测判间谍 那么同样他可以通过TikTok这样的社交媒体公司 来掌握美国的这个青年人 还有很多中年人的这个政治倾向等等 这就为中共干预美国大选和国内政治提供的非常方便的途径 所以你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想象 TikTok在美国的命运啊 那就是个悲剧 他早晚会遭到调查 那么像现在这样的被禁或者被收购 其实就算是不错的结局啊 就还让他活着 没有把他完全掐死 现在这个活不活着下去的问题还是有大进一步观察 那是 就是因为允许他把这个公司卖掉 那就至少他还能赚钱呢 因为现在比他投资的 卖的价格肯定比他投资的数字大 但是你买卖谈不成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比方说你要故意刁难买主 说我就是不想让你顺利的买 我让你卖不成 那就找死 那就谁拦不住 拦不住他 有人如果非要跳水 跳河 那你是拦不住的 只能劝 那么现在呢 听说好像说微软想去买他 但是好像抖音那个总裁叫张一鸣吧 他也在那放狠话 中国政府也放狠话 所以看起来是还想在 这个抖音的买卖问题上 还要较把劲 那这个东西较劲 其实很简单 把他掐死就完了 美国内部好像也有分歧 原来川普先生吃药给他敬了 后来在周末 一场高尔夫球打完之后 这个又允许这个微软 跟这个抖音谈判 谈收购问题 那这方面的信息 小东先生有什么观察 我看到这个消息了 就是说这个 微软好像是这个 比尔盖茨在说 说他们准备收购 那么我觉得比尔盖茨买 还是不买并不重要 因为这是抖音自己的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微软是在帮着 这个抖音公司下台机 给他一个机会 说既然你公司 创办了这么大的社交媒体 现在双方冷战了 对你没办法再信任了 我们也不让你就就这么掐死 说是干脆让你的社交媒体 还继续活着 然后这个我们找一家公司 或者是有一家公司 愿意来买你的 你们俩自己的谈去 就等于是敢让他改嫁了 那你如果说我就不嫁 我不肯改嫁 我死的也要死在这个 美国这块土地上 就是我宁肯自己上吊 我也不去改嫁 那这个几百美元几百亿 好像是几百亿美元吧 这个我看看他现在是多少 五百亿美元 五百亿美元是大家的估计 他其实不值那么多了 因为五百亿指的是这个 抖音公司整个的这个 抖音公司整个的 他那个抖音的母公司叫 不是叫字节跳动吗 他的母公司包括抖音在内 2019年的营收才170亿 净利润是30亿 那么就是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TikTok今年的预计收入才10亿美元 所以给他500亿美元的估值相当于他预计收入50倍 已经很高了 如果他就是不动心说宁肯上吊 我也不肯再嫁 那人家给你出多少聘金你都不干 那这是属于自个儿捉到底 那要捉死 那谁拦不住 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因为有的网友说非常流畅 有的网友说没法看 所以说我们这个做节目的也没办法满足大家要求了 你看看这个说大陆看VPN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这个我们这里还有很多人看不看不了 网页 所以说有的人跑到网页版去了 大家看网页版怎么样 反正是有好消息的这个便于大家观看的 我都给大家借了根据网友的一些反馈意见 所以我给大家介绍过去 那么我给小龙先生继续做我们的这个节目 就是说这个抖音的这样一种命运 是不是应该跟华为比 是不是比华为好一些 我觉得华为他的遇到阻力 就是在美国受到遏制 是在中美冷战爆发之前就开始 去月就开始 甚至更早一些 那么他呢和抖音不同 就是华为是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特别是通讯安全 就是如果美国不对华为在美国的扩张遏制下去 有朝一日啊 他会用政府背景的这些贷款 来运转他这个华为公司 然后低价的提供通讯服务 包括手机等等 这样的话就把美国的大量手机客户 用户的发展成自己的客户 就相当于把美国的私人通讯 完全交给冷战的敌国了 这个在冷战状态下是尤其危险的 所以讲华为对美国这个威胁 比抖音还要大 所以美国是在冷战爆发之前就开始遏制华为了 但是呢从性质上讲华为和 抖音是一回事都是通过通讯手段来设法 这个掌握美国的公众的这个通讯 还有这个社交媒体的相关的数据和资料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一般的美国人家庭 再继续使用坐机的已经不多了 大部分都使用手机 手机是他们唯一的这个通讯联络工具 那如果都去买华为手机 而华为手机又按着后门 然后又是由中共提供服务 那等于说就美国人 在美国打电话对中共来讲就等于开着监听器 所以这种情况对美国来讲是没有办法可以接受下来 就是我再说一遍就是这是在两国冷战的情况下 一方随时想用核武器去威胁另一方 要掐死对方 就是中共一直想掐死美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可能信任说 哎尽管你要掐死我 我还是让你充分掌握我们国家一切 你们想掌握的东西 这不是自己找死 从这个华为的这个案例来看呢 是不是这个应该 导音应该明白自己的命运究竟会如何 是不是在某方面抖音自己把这个自己在美国商场的命运 算错了有这个可能性吗 我觉得也不能说抖音就是多少年前就是蓄意这么做 因为抖音开始在美国运作并不是今年 是以前 也就是说他开始运作的时候 抖音自己是不是有那个我讲刚才讲的政府那种群众 谍报模式的这个思维有没有政府在里头操作 我们不知道 也无从查考 但是基本上可以讲 抖音是在冷战爆发之后才发生 这个问题在变得尖锐化起来的 也就是说美国也是这个时候 才开始这个关注抖音在美国的存在 以及他可能潜在的威胁 因为冷战的很重要的一个规则就是你必须在敌方威胁你之前 把各种潜在的可能的威胁因素先掐死 让对方没有办法真正对你构成威胁 那我想抖音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就不管他事先想过没想过 想是不是想对美国有计划的 有预谋的一步一步来这个掌握美国的用户的资讯 那么现在实际上如果他想掌握的话 他早就已经掌握了 那么剩下问题就不让他继续掌握下去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不管他事先有没有预谋 在冷战情况下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很自然的 想不到才是奇怪的 当然我想抖音开始运作的时候 他并没想到他能预见到中美两国会爆发冷战 因为爆发冷战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抖音在运作造成的冷战 而是中共军方的一系列军事方面的 对美国施加军事压力和事情和威胁的这些做法 让美国发现了这个冷战其实已经爆发 由中共挑起的 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讲 跟冷战的爆发和抖音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系 但是抖音也不见得真的就有一大批专家在那里研究 这个如果冷战爆发 抖音要怎么办 我相信他们也是事先没有什么精神准备的 那么到这会儿了 我感觉抖音仍然稀里哭鲁 他还是没明白他自己到底 就是为什么那么招美国不待见 原因就是你是敌国的通讯公司 社交媒体公司 你想在美国还正常做生意吗 门没有 就是要有一点头脑 你应该明白 到应该滚了 否则就变成你可能是资敌 甭管你跟我说 我这公司商业上如何如何设计的好 巧妙 然后方便用户等等 我已经有多少用户了 我刚才前面讲了 用户越多越危险 对美国来讲 所以抖音应该很清楚知道 这会儿再继续纠缠 那真的是找死 而且反而给美国坐实的一个说法 或者说看法 那就是抖音你就是想赖在这里干嘛 那么很可能你赖下去 就是想继续这个通过 用你这个社交媒体来渗透美国社会 那就更加别有用心 就你不是在真的做生意 因为人家已经高价来收购你的公司了 你已经大赚了 你还要纠缠下去 那就说明你的经营有政治意图 有政治目的 那越有政治目的越危险 那就证明美国政府掐队 这个在这个背景之下 有些地方说你说我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你拿证据啊 那么怎么样回应这样一种说法 这是无赖说法 冷战的证据是原子弹扔到头上 这叫证据 在原子弹扔出来之前 冷战没有证据 为什么这么讲 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可能了解的事 就准确的讲冷战爆发不爆发 是双方军方自己做的事 自己心里明白 我和陈小平先生在明镜编辑部多次谈过 中美新冷战的中共的三大行动 到中途岛演习 威胁美国 然后霸占南海的公海 建海军基地 威胁美国 然后公开宣布对美国发动太空战 威胁美国 这三大威胁 我们之所以知道 我和陈小平先生之所以能够在节目里谈 原因是中共官媒做了大量的宣传 但是他不敢对国内讲 他只对国外讲 所以官媒的外宣官媒的 关于这方面的宣传 实际上是国内看不到 但是他的网站设在北京 所以呢 他是国内制作这些宣传 提供这些资讯对国外的 这就是证据 所以如果说有这个国内的观众说 我不知道 对你是不可能知道 原因是你在国内根本看不了 你看一个北京的网站 你必须翻墙到海外才能看 因为他不让国内的人看 那是外宣的 墙内他是禁止大家看 这也是我们这些节目之所以 有存在价值的原因之一 也是大家翻墙出来 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原因之一 大家发现说很多事情 翻墙出来才能明白 尤其是在中美冷战这个大局面下 这个在国内你是无论如何 没有办法通过官方的 对内宣传来充分掌握资讯 不知道中美之间 到底发生的事情有多严重 那么我刚才讲了 如果中共官方军方做了这几件事情之后 不通过外宣官媒做宣传 而是悄悄的 那么美国军方必然要采取反制措施 你被对方威胁刀架在你脖子上了 你不能就嘻嘻笑 你得采取保护你自己的安全措施 所以美国军方也得反制 但美国军方也不会 把他的每一个反制的动作 把他的所有军事机密 国防机密 如如实实告诉民众 你看啊 我们几月几号 受到中共一个什么样的行动的威胁 我们采取了下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项预防措施 然后经过我们评估 我们的反击能力有多强 没有那么笨的政府和军队 所以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说 双方军方做了这个事情 如果中共的外宣官媒不做宣传 那谁都不知道 现在 我和陈小平先生在明镜编辑部节目里 还有在明镜的其他节目里 反复多次的 介绍这几件行动 现在看来 中共到现在 外宣官媒没有人 没有一次出来说 否定说我们那是捏造 因为那个 那些报道到现在还在 而且不是一次 像这个关于太空站 外宣官媒前后发了五六篇报道 关于中途岛演习 也有两三篇报道 关于南海的深海堡垒 也有五六四五篇报道 都够多了 所以问题呢 不是说没有证据 而是说问问题的人 你自己不知道证据在哪里 所以你没看 没找到 那么同样的 我和小平先生 我们两人看到 我们关注到了 我们分析了 研究了以后 得出的结论是 中共的外宣官媒 介绍这些事 其实都是在 发生以后 我们中共官媒介绍 我们才知道 那么它发生的时间 比我们知道的时间 要早得多 也就是说 美国军方早得关注到 比方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明镜编辑部 节目谈过 中共从南海的三亚基地 出动战略核潜艇 还有水面舰艇部队 到美国的中处岛基地 海域进行演习 而且明确的 在报道里说 这次演习就是为了 要展颜 一种演练 看看从那个海域 美国的电子侦察 还有反潜能力有多强 核潜艇到那里 有多大的危险 然后从那里 如果发射导弹 打击珍珠港 以及打击美国的 这个加州 就是美国的西海岸 可行性如何 这都是严重的军事威胁 就是在核潜艇 发射远程导弹 这种状态下 这就相当于对方 把带着原子弹的飞机 飞到你的领空周围 就差一点飞进去 像这种威胁 这都是属于 把这个舰 直接刺到对方喉咙上 就差半寸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也没中冷战爆发 这个证据 其实我和陈晓平先生 在我们的民进编辑部节目 已经反复的讨论过 如果大家有兴趣 请大家把从今年的 二三月份开始 到现在的民进编辑部节目 大家仔细去查一下 凡是相关中都岛演习的 相关南海深海堡垒的 相关太空站的 你们查一下看一遍 证据确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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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